33. 文匯報 電力供應政策需平衡多方 2015年7月8日文匯論壇 A16可創成我創成民建聯中委官堂區議員 電力供應是現代社會最重要的其中一環 與香港的繁榮穩定息息相關 外國經驗清楚地證明了 一個電力供應不穩定的地方 是難以吸引大量投資 推進經濟發展的 除經濟發展以外 一個電力供應服務落後的城市 更可能會出現至安欠街 社會不穩定的情況 可見 確保供電網穩定 供電量充足 絕對是政府的基本任務 特區政府正就電力市場未來發展之新公眾 香港作為一個已發展的國際都會 確保電力供應穩定只是最起碼的要求 絕不能滿足於此 特區政府患要維持較低的電費價格 並減低發電過程中產生的污染 同時在三者之間取得平衡財算是令人滿意的電力供應政策 此外 政府也應加強公眾的環保教育 提升公眾的智能意識 折省地球上有限的能源 身為觀塘區議員 不者更特別關注電力供應對觀塘區的影響 根據特區政府的統計數據 觀塘區是全港長者人口最多的地區 而長者極依賴升降機 扶手電梯等以電力驅動的運輸工具出入 同時 不少長者都需要使用醫療儀器協助生活 若電力供應質素下滑 出現停電等情況 觀塘區的長者及一般市民 生活將大受影響 所以 保住電力供應穩定 應該是政府發展電力市場的頭號目標 此外 近年租金 物價飛漲 普羅大眾生活艱難 故電費亦應該維持在較低的水平 並限制加幅 以免市民生活百上加根 以及避免加重營商成本 現時 本港電費較國際其他大城市的水平為低 值得我們肯定 但不者認為政府仍然有必要檢討機制 進一步限制電力公司加電費 避免電費大幅波動 另一方面 環保及可持續發展對社會將來 及下一代的生活十分重要 本人認為在推動可再生能源 減低污染物排放及節能方面 政府應做更多工作 在政策層面要求 耗電量較高的企業和個人承擔更重的環保責任 在宣傳層面 政府也應多利用資訊科技向青年學子推廣環保意識 更可與教育局合作 製作更多環保智能的教材和小策子派送 與學生 母兒 較低污染的能源供應和較低電費之間 或許是個相互排斥的政策目標 即較低污染的發電燃料和設施的成本可能會更高 政府應詳細研究各方意見及三者之間的影響 以市民的意見為依歸 制定最合適的平衡方案 最後 不者再次促請政府以審慎 務實的態度處理電力市場未來發展規劃 平衡各方利益 並保持電力供應穩定 確保市民不會承受停電和挨歸電之苦